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第一个拥有年号的皇帝却不是他 而是另一位一代帝王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画像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发明年号 主要是用来纪念的 那汉武帝之前的朝代都怎么纪念呢 不同朝代不一样 其中有的一一二三四五 数字来纪 有的以前一二三四 中一二三四 后一二三四 数字纪 直到汉武帝继位后 有私上奏认为 元应当采用千锐 不应该以一二数 一元教戒 二元以上称为光 现在城外得以教授教授 于是 汉武帝以建元为年号 并以公元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也有人认为 中国年号始于元顶四年 公元前113年 汉武帝继位后的建元 元光 元朔 元寿等年号 都是后来追记的 影响邻邦和汉武帝后 年号纪年就成为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延续传承的一种制度 甚至还影响了我们的邻邦日本 日本新一代天皇的年号巨大 最早的日本年号始于七世纪 相当于中国唐朝时期 据统计 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的大化年号以来 1300年间 日本共计使用248个天皇年号 而年号的选曲 也大都来自于中国古代典籍 其中尚书最受欢迎 出现次数最多 其次是一经 再次是十经 而这次日本新年号 则第一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级梅花哥萨二手并续 明清皇帝为何不改元年号 除了用于纪念外 其实还代表着皇权的正当性 称为奉政术 一般新皇帝即位必须要改元 而同一个皇帝在位也有用几个 甚至十几个年号的 最典型的是汉武帝 一共用了十一个 唐高宗一共用了十四个 女皇帝武则天甚至用了十八个 比较有名的比如正圣 神功 神龙等 在明代以前 一般皇帝都要用两个级以上的年号 其实改年号的问题 主要因为古人比较迷信 崇尚祥瑞 如果在某一年号期间 天灾频发 战乱不止 皇帝就希望通过改元 而改变政治环境或是社会环境 如果遇到天降祥瑞 统一全国这样的大好事 一般也要改元 但到了明初 有传说称 开国皇帝朱元璋 听说改元次数太多不吉利 坚持只用一个年号 并规定则 孙遵守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也只用一个年号 不过实际上 明清皇帝认为 年号改来改去不利于年代记录 年号多得让人看得头昏眼花 所以到了明清以后 大家一般都只用一个年号了 不过也有例外 明清两代除了明英宗 清太宗用了两个年号 其他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 这两个人都有特殊的情况 明英宗明英宗朱祁镇 实际上做了两回皇帝 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氏市 年仅八岁的朱祁镇继位 四年改年号为正统 1436至1449 成为了明英宗朱祁镇使用的第一个年号 正统14年公元1449年 朱祁镇听从奸臣宦官王镇的怂恿 亲自率领二十万明朝精锐部队讨伐瓦剌 由于瓦剌的偷袭 明军惨败 朱祁镇被俘 而且 瓦剌精锐部队进攻北京 见此情况 明朝廷决定立明英宗义母帝朱祁为帝 年号警派 1450至1457 由于明代宗朱祁 狱的正确领导和于谦等人的英勇指挥狱敌 明王朝传威为安 而被瓦剌俘一年后 无利用价值的朱祁镇 被瓦剌送回了明朝 意外获得皇位的朱祁镇 自然不愿归还地位 并将朱祁镇软禁 在被软禁了七年之后 一些大臣趁明代宗朱祁遇并重之时 发动了独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 明英宗朱祁镇改年号为天顺 意思是顺从天意 重新继承皇位 由此天顺1457至1464 成为了明英宗朱祁镇使用的第二个年号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 明英宗朱祁镇逝世 十年三十八岁 因此登基两次的明英宗 每次用一个年号 实际上也不算违反规律 至于皇太极 是因为把国号金改为新 所以更改年号 算是正式建国 也算是情有可原 韩典几个有趣的年号一干路 前五十三年前五十年 魏汉宣帝刘群的第六个年号 之后前 秦宣昭帝福先 吴国君主孙昊 魏国君主曹茅 都用过此年号 刘群为汉武帝刘彻的曾孙 刘彻年老婚会多疑 巫古之祸至世太子刘 据全家 谨庆存孙的刘群一人 后背霍光扶上地位 甘露有甜美的语录的意思 中国古代是农业大国 最怕天汉 影响作物的收成 所以 它又有太平丰收的意义 二阳朔 前二十四年前二十一年 汉城帝刘澳第三个年号 与桂林阳朔县同名 魏风景圣帝 三帝皇二十年至二十三年 王莽新朝最后一个年号 按字面意思就是地上的皇帝 与天皇遥相呼应 但其实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帝皇增历三万多年 希望新朝能长治久安 结果改了帝皇三年后 新朝灭亡 四和平三百五十四年至三百五十五年 贤亮张作只和平了两年 就被属下斩首示众 暴施荒野 五天策万岁六百九十五年 这六百九十五年 武则天用了两个月的一个奇怪年号 返回搜 胡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